釋華工商氣管婦女協會 澳洲分會 在黃金海岸舉行十三週年慶 今年的主題是金色釋華 每位貴賓借以金色服裝或是飾品來裝點 讓晚會氣氛喜氣又溫馨 在晚會中還有會員帶來的多項精彩演出 及摩采大獎 是讓來賓們滿載而歸 釋華工商氣管婦女協會 澳洲分會舉行十三週年慶 當日貴賓包括駐布里斯本班師處處長賴維中康麗 坤士蘭臺灣中心主任董宥文 多位僑務委員顧問以及各僑團企業代表等 共一百五十多人盛裝出席 釋華澳洲分會會長廖淳慧 首先致辭感謝會員姐妹攜手同心 在各式活動中發揮愛的精神 並頒發新任顧問證書 期許共同為釋華為台灣努力 藍慧中處長期許釋華澳洲分會維持歷屆傳統精神 持續拓展會晤凝聚姐妹力量支持政府協助辦事處做好國民外交 並特別頒發感謝狀給創會會長林淑敏與榮譽會長陳林珍 我要期許我們釋華會在基礎的基礎下繼續成長 還有學習發揮愛心走向更寬廣的舞台 給讓台灣因為各位釋華會的姐妹而在澳洲發光發亮 創會會長林淑敏代表釋華製贈畫作 給即將融調的賴維中處長感謝賴處長與蔣老師賢康麗 對釋華澳洲分會的照顧與情意 接著精彩表演登場 首先由布里斯本台灣舞蹈團舞出青春活力 台氣音經理簡順寶吹奏索克斯風 帶起濃厚溫暖的香情 還有釋華姐妹展現熱情的騷擦 文化種子老師楊雪瑩和許淑芬帶領全場舞出輕快活潑的悲難族舞蹈 會員期待的摩采活動 各界人士與社團提供的精美禮品 包括布里斯本至台北來回機票 為週年慶更添歡樂氣氛 台灣宏觀電視陳俊仰澳洲黃金海岸採訪報導